鬼神就在身旁,触手可提 哦,天呐,我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你收听喜马拉雅出品的《怪谈百物语》 我是周一主播,玄林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农村有关于黄大仙的故事 黄大仙,也就是黄皮村,黄鼠狼 大家差不多都清楚吧 在不少有声小说里也有所了解过 据说那个黄大仙会操控人的身体 使人精神错乱 但是并没有任何科学文献来解释他的真实性 更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来承认他是否科学 玄林本来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觉得这个东西多半是骗人的 因为都是道听途说罢了 为了认证真实性 前几天我在我喜马拉雅首页里发了一条征集 鬼故事亲身经历的声音 同时也谢了一些听友来投稿 其中有一位叫宋求德的听友 说自己家里就出过这么一档子闹黄皮子的事 主播呢也联系上了他的QQ 现在咱们就联系一下这位听友 喂 您好宋先生是吧 对对对 您好 您好 谢礼老弟啊 我之前一直听您的小说 谢谢啊 咱们直接就是正题好吧 您就说一下您家里出过关于黄鼠狼的事吧 说起来啊 下个月就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三周年了 您父亲去世三周年 是 您听我说啊 我家里啊 在农村 我家院子旁边呢 有一个废工厂 家门口不远 有个垃圾堆 所以你想想啊 它又空又脏的地方 这肯定不太好吧 而一到晚上啊 啥东西都有 这一路过就能看到一排排 发光的眼睛在盯着你 我也攒了一点小钱 想到镇上买了楼 也能住得安生一点 但是我家老人不在乎啊 他们说要去你去 我们在这儿过得挺好的 我父亲呢 喜欢养点鸡鸭鹦鹉鸟鸟啊什么的 乐得他老人家开心吧 我赚点钱呢 也经常赌给他啊 让他买这些东西 之前我老爹啊 自己就在院子里挑过两条大蛇在我家里头 再加上有一次 我跟他一块挑的有三条了 一条黑的大蛇 两条灰色的大蛇 大的有多大 那可大了 有三米 胳膊那么粗 后来就弄死了 还弄死 弄死了 我也应该跟我父亲一样 早活不到现在了 这当时啊 我跟我父亲 合理把蛇用铁锹给挂走 但是薛林啊 你说奇怪不 当初我跟我爸爸把他拢出院子的时候啊 这蛇竟然在过程中他一动也不动 这不还是死了吗 没没没没 要死了我也不能说奇怪呀 是吧 你听我说呀 当时我跟我父亲一致认为这蛇呀 就是院子里边来的那偷吃鸡鸭来了 后来才知道没那么简单 这个蛇是我们家祖辈供的大仙 一直挂在仓库房梁的上的 只是我们这个之前几十年都没注意 那天看到了也是因为这是恶了吧 可能谁到了 紧接着呀 就就出了黄树狼那档的事了 那天我是母亲 我母亲腰疼 我就早早的陪他去医院检查去了 我爸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头 听我爸说那天 他正在院子里边给鸡剁鸡石呢 剁完了喂完了回屋洗手去了 可刚准备擦手的时候啊 就听到这个院子里边鸡飞狗跳的 不知道怎么了 我父亲就连忙去看见 看了之后才发现啊 你猜怎么着了 这只黄树狼子呀 嘴里吊着个鸡就站在鸡笼子里头 而鸡笼里呢都是鸡毛 这黄树狼就站着看着我父亲 那意思好像就是说 我今天就来拿你一只鸡怎么着 我父亲这人吧 脾气倦 想着你一偷一一偷呗 你从那儿跑吧 你跑了老子也追不上你 这事不就结了吗 再加上我父亲对这玩意儿吧 他有着一股的没来由的恐惧 就索性的抄起来 鞋靠在墙边的销 然后就冲他拍了下来 但奇怪的是 这黄树狼啊并没有跑 还是直勾勾的站在那儿 小眼睛就一直瞅着我父亲 那然后呢 就给拍死了 何止是拍死啊 那拍的呀 是蟹肉模糊啊 这事也是下午 我跟母亲回来之后 父亲跟我们说的 后来母亲就请了 村里的先生 看这儿的那种 先生听完情况以后就说了 说这个 之前那个大蛇呀 是你们家的保家仙 你给他挑出院子说明 今后你们就是无缘了 而拍死黄树狼 这可就是坏事了 黄树狼是最为讲规矩的 谁要是得罪他 那子孙三代都不能善终了呀 这不 拍死黄树狼的第二年呢 我父亲就被查出 得了肺癌 老头倒是也能挺 挺了三年 没了 学历老弟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哦 这个先生说的就是霍己子孙三代的这个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不是吗 不瞒你说啊 老弟我现在呀 是做啥啥不成 每每要做出成绩来的时候呢 就遇到小人 就连你嫂子呀 前两个月也检查出来得了乳腺癌了 哎 嗨 宋哥都会好的 我听说乳腺癌也不是什么要人命的癌症 让嫂子把心态调整好 还有你 这一切都会好的 那么同时呢 也感谢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令人沉思和精彩的真实经历 很多时候啊 鬼神真的是可敬不可欺 你不信可以 但是千千万万千万千万不要去亵渎他 好 那宋先生这块的语言呢 我就先刮断了 哎 好 如果以后需要老弟帮一份力的尽管招呼 那么本期的节目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收听怪谈百物语 我是周一主播薛林 咱们下周一再见 优优